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初级实验 第八课定时器与看门狗的学习 在上一个小节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定时器与看门狗 我们这两个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定时器 我们定时器实验代码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和分析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演示 好 我们这个第二个小节呢 主要分成了两个小的知识点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定时器代码的一个实现以及分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下载 以及调试和演示 好 我们开始第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首先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分析 我们要使用这个定时器呢 实际上主要有两个大的步骤 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初始化我们这个定时器 因此呢 我们这个初始化流程呢 主要是有以下几步 首先呢 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系统时钟 其实这个系统时钟呢 在我们前面的实验中呢 每个实验中呢 都需要初始化 只是我没有做这一步呢 那么我们这个MCU呢 就会使用一个默认的一个系统时钟 如果使用默认的系统时钟的话呢 它的一个时钟频率就是12兆 也就是我们这个MCU的运行的一个频率 也就是12兆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通过我们初始化系统时钟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频率 最高呢 可以运行到168兆 并且呢我们可以经过不同的配置呢 也可以做成84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频率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这个定时器 在初始化定时器呢 主要就是要初始化它的一些分屏的一些系数 以及它的一个技术周期 还有我们具体要使用哪个时钟源 以及我们这个是向上开始计时呢 还是向下开始计数 好 第三步呢 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一些IO呢 我们还要对这些IO进行初始化 比如我们要初始化一些IO的第二功能 假设我们要用定时器产生一些PWM信号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PWM信号的一些输出的IO呢 进行一个配置 好 第四步呢 就是要初始化我们的一个中段 初始化我们的中段 并且呢 在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我们要使能我们这个中段 最后启动中段 让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开始工作 并且呢 如果有中段产生的时候呢 那么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中段服务程序 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第二个大的步骤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段服务程序的一个实现 这个呢 中段服务程序呢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讲过了 这整个原理呢 实际上和我们那个案件的这个中段服务程序的原理呢 是一样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这个CMSIC里面这个定时器的一个扩函数 好 我们首先是打开我们使用这个MDK4ARM这个工具创建的我们这个定时器实验的工程 好 在这个工程里面呢 我们要首先还是要加入我们这个对这个定时器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里面 好在我们的这个device里面 大家看一下 好在我们这个硬件相关层 好我们找到我们这个定时器 tm好勾选这个tm 就把我们这个定时器的支持 加进来了 然后单击ok 好大家看 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设备支持库里面 这个CMSIC提供的一个设备支持库里面 就多了两个点C文件 一个就是stm32f4xxhl-tm.c 以及多了一个stm32f4xxhl-tm-ex.c 这两个文件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tm32f4xxhl-tm.c这个文件 好我们要看这个厂家提供的这个库文件呢 首先还是要看它的一些注释 好在这个注释里面呢 首先就是加了我们这个C文件 它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提供了一些中间键来管理一些 比如说对这个时钟的外设的一些操作 好然后呢主要支持以下这些操作 好这个下来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支持我们这个时机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时机单元的一个启动 以及呢我们这个时机单元的一个中段的一个启动 好我们下来 大家自己把这个 设备下的内容呢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这呢对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些特性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好这就是对它一些特性的描述 这里面呢 大家下来呢自己把这些特性呢看一下 这个呢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手册 来一起把这个特性呢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关键要看一下呢 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Driver 就是我们这个定时器的驱动 好这个内容呢首先呢 它就讲了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首先如何初始化我们的一些比如说低级的一些资源 好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实际单元 那么我们就要调用这个HL-TiM-Base MSP-IIT来对我们一些在版级的片内的一些资源呢 进行一些初始化 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对它进行一些初始化 好又比如说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通过定时器呢 产生这个PWM信号 那么我们就要 对用这个HL-TiM-PW-M-SP-I-I-T呢 对我们比如说要初始化的一些IO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 好第二步呢 就是要初始化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具体的 它本身的一些资源 好首先呢 就是要使用我们这个TIM这个定时器的一个时钟 那么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定时器 玩角的一个配置 好具体呢 它就说了我们要使能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IO的一个时钟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PWM 我们要用到的一些GPIO 好它说要用到的一些GPIO 就定用这个函数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还要配置我们这个定时器的管角的第二功能 好它说要使用这个HL-TiM-PW-M-SP-I-T进一个配置 第三步呢 就是对外部时钟 也可以进行一个配置 好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外部时钟的话 比如说一些外部的一些整张器啊 那么我们就需要调用这个HL-TiM-meside 个clock source 来具体的配置 然后呢 就是配置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工作模式 好他呢 就说了 我们要使用HL-TiM-Base-I-T函数 这个函数 好来使用这个函数呢 来产生一个简单的一个时机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如果电用这个HLTM PWMIT呢 和我们这个HLTM PWConfigChannel呢 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两个函数呢 来使得我们这个定时期的来产生一个PWM信号 然后这个具体的呢就要根据具体的一个应用来具体的一个使用 好然后呢我们就要我们就要使能我们这个定时期的有一些外设 好他就说了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实际单元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HLTMBaseStart这个函数 来使得我们这个实际单元呢开始工作 好这个呢也是对应的 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输入普货呢 就要用这个相关的一个函数 好这个也是根据一个具体的应用 我们来使用不同的一个函数 好这个是有关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PDMA 那么就要点用这两个函数 来对DMA的一些突发 进行一些读写的启动 好然后呢具体呢后面就是对我们这个函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际单元的一些函数 那么好他就具体讲了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包含了如下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初始化和配置我们的实际单元 好以及启动我们这个实际单元 停止实际单元并且呢就讲了我们启动我们这个实际单元 并且呢要使呢它这个中断 好这个具体的这个实现呢 同学们呢下来可以具体的看一下 当然我们看到对这个寄存器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对应到我们的数据手册 对我们数据手册里面寄存器的内容呢 来来进行一个查看 好这个具体的这个函数呢在这边呢 我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讲解 我们这边呢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要知道如何来使用 我们的这个CMSS呢提供的这个定时器操作的这个酷函数 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定时器 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定时器的这个工程 首先呢我们还是直接看我们这个主函数 好在我们这个主函数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主函数呢一开始还是进行一个初始化 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啊我们这边增加了一个对系统时钟的一个配置 比如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 实际上呢在我们之前的实验里面呢我们对这个系统时钟并没有进行一个显示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一个显示的初始化呢我们就会使用它的一个默认值 好如果我们对它使用的默认值呢那么它这个系统时钟呢实际上它默认是12兆12兆核子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我们这个实验呢我想把它配置成84兆核子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MCO的频率呢运行到这个84兆核子 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MCO的最高频率能到多少大家应该还有影响吧 现在我们这个MCO呢最高呢可以到168兆核子 好我们这个呢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配置 让我们这个MCO呢可以运行到168兆核子 像那个这个性能呢已经是很高了的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对这个系统时钟呢进行的一个进行配置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代码 好这个代码呢实际上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电源控制的这个时钟呢进行了一个使能 然后使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这具体的一个时钟呢进行一个配置 好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系统时钟的这个整装器进行一个选择 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了使用hse hse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高速high speed extended也是高速的一个外部的一个时钟 然后呢紧接着就打开了我们的这个hse 好大家对这个hse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实际上可以去查看我们的参考手册的6.22章 clock的描述这里面对我们这个hse hsi以及lse和lsi呢都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描述对不同的这个四个时钟元 那么大家不清楚的话呢可以下来查看一下 好紧接着呢就是打开了我们这个pl 好并且呢我们这个plsource呢我们也使用的我们这个hse 好然后呢就是对我们这个pl呢它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呢进行了一个配置 好这个呢如果大家对这个plmpln和plp以及plq不清楚的话呢还是可以去查看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 好在我们的这个对寄存器的描述里面对这个rccplconfig这个6.3.2这个小节里面呢 好对我们这个plq以及我们这个pln还有p以及m呢都有一个具体的描述 好大家下来呢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对这个系统时钟的配置呢不是我们这个小节的一个重点啊 大家下来呢就需要记得自己去查看一下 好然后呢后续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总线的时钟呢进行它的一个分屏呢进行一个配置 好配置完成以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整个系统时钟呢就会把它配成一个80 4到合资的并且呢对我们这个总线的时钟呢也进行了一个配置 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led的一个初始化以及按键的初始化 好这个呢不多讲和以前都是一样的 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好我们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初始化了我们的定时器2 好这个初始化函数呢实际上传入了两个参数 好这边呢我都写了一个红定义 大家通过这个红定义的这个名字呢 大概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参数的一个意思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这个定时器2的一个技术周期 好这个技术周期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我们设定了这个技术周期以后呢 好假设哈我们设定的是上翼也就是向上技术 那么当达到这个值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中段 好产生中段呢我们就可以在中段里面呢做一些事情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好大家看后面这个单词啊 它是预分屏的意思 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整当器呢 它的一个预分屏的一个系数 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初始化函数呢在这个time2.c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呢 首先呢还是 使能我们的这个定时器2 好然后呢具体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定时器呢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接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出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周期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预分屏系数 好大家看我们的预分屏系数 好技术模式大家看我们使用的这个红定义 好这个红定义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我们这个stm3rfxx-hl-tim.h这个头文件里面 它有几种模式啊它这个技术模式有上 大家看有向上技术向下技术 并且呢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中间技术还有三种模式 好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设置我们的时钟分割 好设置好以后呢 好我们就掉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酷函数里面的hl-tim base iit 这个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对我们具体的这个时钟呢进行一个初始化 还有点要注意的就是呢 好我们实际上定义了一个这个结构体 把这个这个结构体呢 它是在大家看一下实际上也是在我们这个stm3rfxx-hl-tim.h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好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 首先这个参数啊就是我们具体要 初始化的哪一个定时器 好这里面呢是tim2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大家看 就是传入的参数呢就是这个tim2 这个tim2呢实际上 也是这个在这个stm3rfxx-hl 在我们这个stm3rf407xx-h里面定义的 好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正好就是指向的我们这个tim2这个定时器的资源 好然后接着呢我对我们这个定时器我们具体的完成了它的初始化以后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要使用定时器呢还是要使用中段 接着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中段的一个配置 那么配置中段呢实际上就分了两步 第一步呢就是配置我们这个中段控制器 NYC 好其实就是配置我们这个NYC的一个 设置它的一个优先级 并且呢要使用我们这个tim2这个中段 好我们调用这个hl-nvyc enable rq 然后具体传入的参数呢就是tim2-ilqn这个参数 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启动我们的这个定时器中段 那么我们就要调用我们这个酷函数里面提供的 我们这个tim2操作的这个hal-timbase.it it呢实际上就是interrupt的一个缩写 也是启动我们这个中段 好我们传入的参数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具体的我们这个 这个定时器2的这个代表定时器2的这么一个结构体 好整个的一个初始化呢因为我们这里面呢 只是对我们这个定时器做了一个很简单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使用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实际单元 因此呢它的初始化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主要呢在这里面呢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步骤 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定时器2呢 进行一个使能以及初始化 然后呢就是对中段控制器的配置 最后呢就是启动我们这个定时器中段 好主要就分为了这三个步骤 然后呢对这三个步骤完成以后呢 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中段处理服务程序呢 进行一个编写 好我们首先到我们这个启动代码里面去 找一下我们这个中段服务程序 我们这个定时器的这个中段服务程序 好在这个startup.s这个文件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这找到一个tm7 然后我们这要使用的是那个tm2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一下tm2 好找到了我们这个tmrq handle 好它实际上呢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弱定义 并且呢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 让它做一个死循环 大家看一下 好做了一个死循环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要对这个中段服务程序呢 进行一个重定义 好我们具体呢 我们把这个tm2-iq handle呢 把它定义在我们这个.c文件里面 stm3f407-iq handle里面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好大家看 我们这个tm2的中段服务程序呢 就定义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实际上调用了这么一个函数 HLtmrq handle 其实实际上呢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库函数里面 进行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大家看实际上这个 它有一个说明啊 它就是rq handle的一个处理一个管理 好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代码呢 进一个大概的一个浏览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在推它这个中段 它的一个标志清了以后呢 实际上最终呢 我们要实现我们 在我们这个中段服务程序里面呢 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我们最终呢 就是要调用我们这个 好这儿 HLtmrq 这个回调函数 周期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回调函数 好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中段的这个代码呢 它的处理代码呢 比较长啊 大家下来呢 可以具体的再来看一下 好我们呢 实际上因为它这个中段很多啊 我们主要正面使用了我们这个定时 定时的一个中段 因此呢 我们就要 最终呢 就要在这个函数里面 实现我们这个 要求的点灯 以及 这个灭灯的这个操作 好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 CMSS的 这个 酷函数里面呢 进行了一个弱定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大家看 它做了一个 弱声明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 实现 但是它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 来对这个函数的功能呢 进一个重新的一个编写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一个实现 好大家看在 在我们这个Timer 2.c里面呢 你对它进行了一个 重新的一个实现 在这个实现里面呢 实际上很很简单 它就是做了一个 点灯和开灯 点灯和灭灯 两个事情 首先 如果它发现当前的状态呢 是off的情况下呢 那么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灯点亮 好如果发现这个状态 是ledon的状态呢 那么就要把这个灯灭掉 好实际上呢 它的功能呢 很简单 好实际上到这里面呢 我们的整个定时器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应用呢 就结束了 好在这个wire1里面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我们主要使用了 我们的一个中段 来实现我们这个 定时的一个点灯和灭灯 好下面呢 接着我们就 具体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 好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把我们的开发板 以及我们的这个防灯器 连接到我们这个PC端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当前的代码呢 进行一个编译 好编译通过以后呢 把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到我们这个开完的flash里面 好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已经下载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摄像头 这边打开 这个时候呢 我按一下我们这个复位键 在这个位置 好大家看我按了这个复位键以后呢 这个灯 这个灯由于第一 就开始进行一个周期性的一个闪烁 大概就是亮一秒灭一秒 好然后呢 讲到这呢 就一个问题了 我们如何来设置我们这个分频系数 以及我们的这个计数周期 然后让它能达到我们这个想要的一个时间呢 好这就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啊 我们的这个定时器 它这个频率呢 它的频率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系统时钟 因此呢 我们就是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系统时钟呢 进行一个分频 好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分频 而分频这个值呢 实际上呢 它就是参考我们的这个预分频系数 来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设置的预分频系数是多少 好在我们这个tm.h里面 好在我们的tm2.h里面 大家看我们这个预分频系数呢 设置的是 8400-1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我们的这个 频率呢是84兆核子 好然后除以我们这个预分频系数 8400-1 这个时候呢还要加一个1 因为它是从0开始计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得出 这个值呢 它等于10k 好这个值呢实际上就等于10k 10k赫兹 好那么10k赫兹呢 我们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就是 10k它的一个频率呢实际上就是10k分之1 秒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如何得到1秒呢 那么我们再乘一个 10k 10k 那么就可以等于一个1秒 而这个10k呢 我们乘的这个10k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计数周期 好大家看 我们这个技术周期呢设置的就是1万 实际上呢就是10k 好 这个呢 这个时间呢 它的一个运算方法 我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 实际上呢就是用我们这个 System Clock CLK 好除以一个我们的一个预分频系数 把它简写一下 我们叫做psr sr 预分频系数加1 好再乘以一个 我们的 好这个值呢 把它做一个 求一个导数 好再乘以一个我们的一个周期 我们就把它建成一个p p pr 好这个就等于呢 我们最后一个 具体的一个计时的一个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t 好 实际上呢整个运算的一个公式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以后呢在用了这个具体的定时器的时候 你想决定我们每次这个周期是多久 决定好以后呢 就要通过这个公式 进行一个计算 得出通过我们当前的一个 始终的一个运行频率呢 算出来我们这个预分频系数 我们这个预分频系数 应该设置成多少 并且我们这个技术周期 应该如何设置 才能得到我们一个想要的时间 好今天呢 我们这个小节呢 就先到这儿 在我们这个 今天这个小节里面呢 对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进行了一个讲解 然后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定时器呢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它内部的一个外设 而且它实现的功能呢 可以非常多 在我们的这个 它的参考手册里面呢 对我们这个定时器和时钟单元的一个讲解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用了大量的篇幅 来讲解我们这个定时器 因此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这个MCU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 对这个定时器的内容呢 下来呢 能进一步的进一个消化 并且呢 对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或者有必要的话呢 可以呢进一步的自己来做下实验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先到这儿 下一个课程呢 就将给大家讲这个 看门狗的这个实验代码的一个实验分析 以及一个演示 好,谢谢大家